在武汉获得首批录册牌照的L4G自动驾驶汽车 首款融合5G远程驾驶技术的无人驾驶小巴 无人驾驶智慧物流平台 自动驾驶智能环卫清扫车 10月23日军运会城市采访线活动 走进国家智能网联汽车武汉测试示范区 36辆各类型无人驾驶车辆集中亮相 这些车辆不仅能实现自动驾驶 而且还可远程操控 现在的无人驾驶都是通过录取周围环境的高清度地图 能够使车辆能够达到一个厘米级的定位 另外我们现在的很多车辆已经加上了我们的5G的VTX系统 就是在车辆万一发生故障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远程驾驶来对车辆进行接管 在示范区展厅 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对车辆进行远程遥控驾驶 记者随后登上一辆名为智能熊猫巴士的无人驾驶公交车 这辆外观设计为呆蒙熊猫造型的无人驾驶公交车 不仅能自主导航路径 而且能感应环境避让行人和障碍 实现公交车自主制动和运行 该示范区是中国建成的首个真正基于大规模商用5G的车联网 通过5G可实现远程驾驶 车路协同 是5G真正进行自动驾驶商业化应用 据介绍 目前园区内已经有7家企业 50多台自动驾驶的车辆在这里进行公开道路的测试 不仅仅是一个原理样车 也不仅仅是放在这个地方看样子的动不了的车 我们这个车不仅仅是可以动 而且会告诉我们已经一些初步的可靠性 一些功能性的方面已经达到了这种一些市场的需求 作为中国最大的5G自动驾驶示范区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武汉测试示范区规划总面积90平方公里 规划开放测试道路159公里 武汉开发区智慧生态城管理办公室主任王峰为表示 下一步自动驾驶车辆将逐步扩大到市民自由的乘坐 并在开发区乃至武汉市进一步扩大开放测试道路的范围 让更多人享受到新技术带来的便利 就是无人驾驶的整个完全成熟的普及 可能不单单是就是车企一方面的努力 更多的需要整个社会资源的整个配合 包括路基的建设 包括整个通讯设施的完善 个人我预计可能再过三到五年 可能在限定的区域内会比较实现 比较成熟的这种示范化运营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